现在有网友提出说这里面的照片是我们医院民生的照片 所以这个微博就是我们这儿是和正常的应该没问题 这个评论你怎么解释 实际上这个微博的来源是来源于第一个这样的第一个发的一个微信 那么这个微信上的内容和现实是完全不符合事实 这是一个 第二个后继更进的有很多把我们医院的一些内容掺杂进去 比方说这一张 这一张我们已经确认了的确是我们医院了 但是从这一张图片我们能够得到什么信息呢 第一你看它的防护服穿整的很清晰 连体防护服 第二它的这个脸罩 它的口罩 第三它的外面又还加了一层 隔离一 第四 那么它的脚下的鞋垫 估计找到这张图片的人 可能他认为看到了这个哪里的 实际上在这个上面最好是用防水鞋照 但是现在的话防水鞋照这个都没有 所以这个是在院长的人的指导下 那么就要把一个这个这个我们用的医疗这个废弃物的这个哪里带 把它全做成一种防水的 然后外面再套血套